Leo了世紀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敗戰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敗戰庭人 敗戰庭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垃圾兵 這個槍兵跟戰毛兵 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敗戰庭本身是有強弩的文明 再加上他的帝王時代造價非常便宜 所以也有這個單TC速帝王的敗戰庭打法 甚至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團戰裡看到這種戰術 就是工兵速升上去 然後趕快升到帝王時代強弩射爆馬國的畫面 那敗戰庭來說在單挑這個戰術並不是那麼常見 我們頻道中也只有看過一次 大概一年多前 應該是一年前 沒有到一年多前 一年前PO的一個敗戰庭單TC戰術 打的也是有點很驚險 所以敗戰庭單TC速帝王 這個戰法算是比較少見的一個策略 那敗戰庭人呢 他的主力還是打敗戰庭射騎兵 跟槍武是比較常見的 還有垃圾兵落鎖 還有戰毛兵 都是比較常見的 那其他東西都是看晴空去轉出 例如火槍啊火炮之類的 那經濟上來說 他會比較害怕對方是那種經濟很強勢的文明 因為敗戰庭來說他沒有太多經濟加長 甚至可以說是零加成的文明 那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戰毛兵啊跟槍兵的優勢 去跟對方換掉大量的單位 甚至給封建時代給敵人大量的壓力 好比對手去點下更多單位去進行交換 所以敗戰庭人呢 他是比較不適合跟對方開農的文明 更需要用自己的垃圾兵去跟對方換 會更好一點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 紅方選的文明是賽特人 那賽特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伐木技術 伐木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他在正常的情況下開農 經濟都不會輸給對手 經濟是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文明 那他的鋪兵單位呢 也是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 工程器單位也是移動速度 不是移動速度 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這個血量也是工程器裡面最多的文明 銀冠技術點下之後呢 城堡跟劍塔 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文明 所以賽特人用這麼多最快速度的那個 特色文明 他打起來是不弱的一文明 甚至勝率一直保持在一個不錯的 一個趴數上 那賽特人他唯一的缺點 就是後期的科技也不太夠 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用起來會偏弱一點 那賽特人的步兵呢 還算是主軸的 通常沒有騎士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挖一個城堡出來 然後去用松蘭武士代替騎士來用 畢竟他的步兵單位 本身移動速度就很快了 雖然還是會被騎士給追上 但至少不會花太多錢去產騎士出來 畢竟他是有遊俠的文明 但是沒有三級馬鎧 或者是三級的 不是三級平等 這個一般的品種也沒有 所以用起來 這個遊俠算是偏殘廢的 缺了一條腿 所以賽特人主軸需要用到騎士的情況下 我還是建議使用松蘭武士 去做 搭配會更好 但賽特人有一套打法蠻厲害的 封建時代打工兵 接續城堡時代 轉騎士去壓制對方的戰毛兵 後面再轉工程器老頭的戰術 這是高端場比較常見到的戰術 那這個情況下 產騎士就有他的意義了 因為這個騎士是為了要壓制對方的戰毛兵 而且可以第一時間壓制 城堡時代初期的騎士是非常難產的 那你有出弓變情況下 對方老頭也不太好反制回去 好 那這兩邊對久 我覺得相當經典 這也是以前很常看到的一個組合 班辰廷對上賽特人 在現在來說比較少見 因為現在文明真的是越出越多 兩個這個傳統文明 要相見也是不太容易 而且現在高端高手們 都是玩這個隨機文明 他會自選文明 所以要看到這種對決又是更困難 畢竟賽特人 以某些方面來說 他是一個很強勢的文明 這邊來稍微微死 那巴南廷這邊出了兩棒棒 轉毛兵的策略 兩棒棒轉毛兵的策略 優點就是可以試情況 轉出第三隻棒棒 然後升上裝甲步兵 如果不升裝甲步兵也沒關係 金礦先開吧 待會轉弓兵啊 或是要點一擊射生時代也都OK 那這兩邊好像都是 中國的選手的樣子 大冬瓜跟抖音帝國時代 我記得台灣沒有這兩個名字的 這個抖音帝國時代是VV嗎 好像是VV耶 這個有點是 大冬瓜這個名字我就沒有看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大冬瓜實力如何 這個大冬瓜 在中國的高端裡面 並不是非常熟悉 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 看起來他實力還蠻不錯的樣子 現在用這些毛兵加上棒棒 給 賽爾特這邊壓力非常大 哇 這邊一個高打滴 控兵有點 沒有控好 直接送掉了自己的一隻毛兵 但沒有關係 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垃圾兵 但他這邊垃圾兵也是 且粗且珍惜 有意思到 賽爾特這邊出的兵並不多 小打小鬧 而且這命已經為死了 所以他也沒有打算 要去出太多兵 去進行騷擾 也是去出毛兵而已 好 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賽爾特這邊一個速城堡 33分 33P就點下了 城鎮中線Delay 還是這個VV比較厲害 10秒鐘 這位大東掛是21秒 稍微慢了一倍的時間 這個高手之間 TCDelay是非常短的 你看Viper可能生城堡時代只有4秒5秒 如果沒在打架的話 可能甚至0秒 這種數字都可能會出現 所以TCDelay越少 就越能技步 這不是世界冠軍告訴我們的事情 多看他們的RP 找個重播紀錄 就會發現 其實這遊戲的細節 這些頂尖高手們 都有默默在做 他們平常都不會去主動說 這裡要注意什麼 然後自己去發掘 比起人家的變強之路 也不是隨意就可以跟人家說了 這邊看到 點下賽爾特人 點下2級農 2級木了 待會這邊要補下3TC OK已經補了 原來早就已經補了 通常賽爾特人打3TC 惡農惡末 就是要來開農 應該說是點下惡農惡末 就是要來開農的意思 不會跟你打一個強軍士 所以我們這邊繼續會計了 好這邊補下的是 馬舟 跟修道院 但這邊並沒有封建打工兵的關係 所以沒有銜接工兵的升級 這邊可能會直接轉出一些肉馬 或是騎士 稍微反制一下這邊的 毛兵的問題 不然這邊撿生物會有點難撿 好那大龍蛙這邊是轉出了 老頭的生產 那家裡也是開農一波 也是惡農惡木 那VV這邊呢 賽爾特人 有這個輪軸技術了 經濟量來說 現在是遠遠超過於敗戰艇這邊的 看經濟就知道了 贏了大概快要一千支援了 一千支援是多多啊 思考一下 如果這一千支援是一千肉的話 好五星 可以點地龍時代了 還真的 他的支援量真的是可以點地龍時代了 好他還是有點TC delay囉 黃金挖的有點多 要少爺買賣上去嗎 但是他沒有下市集應該是不能買賣 好這邊出了一隻肉馬 少爺去抓一下對方的老頭 好這邊要找翔彈指滴毛兵 他兩個隻 老虎回家裡射 好外面再開一個新的承認中心 繼續開農 這樣生時代來說就沒有那麼快了齁 他這裡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黃金挖了這麼多 好這邊出來的村民就補黃金了 越補越多 上方這出來的村民好像也是喔 他直接往下補了 好開始往右補 補在空地 想要直接來撒農田 好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現在有 一個修造院 還有一個大學 後面補了一個市集 兩邊都打一個偏農的 哇好農啊 好 肉馬直接收掉兩隻老頭 好 這個肉馬 解決掉了剩下的毛病 半斬亭這邊轉出的肉馬 效果還不錯 那半斬亭他是一個沒有品種的文明 所以肉馬用到後面喔 很容易打出對手 雖然他有大肉馬的升級喔 但血量上來說還是偏差了一點 而且也沒有三級弓 所以用起來肉馬也是偏弱一些喔 沒有那麼強的感覺 畢竟有三級弓 跟品種的三級弓 大肉馬文明喔 只要四道 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 那他沒有三貓的情況下 也沒有品種 這個擊殺村民的效率 就會被降低很多 好那賽爾特人這裡 補下了 步兵的 鎧甲技術 還是把大量的 送籃武士 往前送了 這裡轉出來的是 手推車 還有 二級板甲 跟瞭望技術 那班人亭本身 就有這個 免費的瞭望技術 所以他現在四眼 應該是非常充足 可以看到對手一舉一動 好這邊找了一隻 班人亭聖騎兵 但最後自己的老團 也是倒地了 好那 班人亭這邊有可能 是要來打 拜旦亭聖騎兵喔 那賽爾特人這邊 有可能是要轉 工程系配槍兵路線 雖然我是 可能要寫出寫珍惜了 因為他繼續出 中藍武士的話 遇到霸彈品聖騎兵是 完全無解的 好這邊點下了賽爾特 狂熱 賽爾特狂熱 等一下之後 工程系的血量 會增加非常非常多 血量直接變成280 接下來好像可以變300多滴吧 大蟲車 350級 左右吧 37吧 不要血 加賊 原來是真的370喔 想說有370這麼多嗎 原來就是這麼多啊 大蟲車370 槍兵配松藍武士 好那 班人亭這邊轉出來的東西 是火槍 班人亭聖騎兵 也是稍微出一些數量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交戰囉 這波賽爾特是第一時間上前 攻擊掉了前方的巨型投機 欸有點被卡住喔 這是Bug嗎 有點卡住囉 OK 用大蟲車子頂一下 當然我是剛剛因為卡住的關係 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戰力 正面的槍兵上前硬戳 想要戳掉一些班人亭聖騎兵 阻止對方拆除工程器 後方的火槍已經補了過來 要來解掉這些步兵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而且還有兩棟城堡 但是只有火槍的話 是解不掉大衝車的問題的 那這邊班人亭的話 還要再出更多的班人亭聖騎兵 再來算是槍兵跟寶兵 鬆蘭武士都要出喔 只出鬆蘭武士的話是打不贏 正面的班人亭聖騎兵 那班人亭聖騎兵現在 還沒有升級攻防上去 甚至連後勤精銳什麼都沒有 那個成型時間還是要偏久一點 好這波給的壓力 班人亭聖騎兵有點扛不太住 讓後面的火槍繼續解 應該是能解掉這一坨送蘭武士 那後面這是 台衝車 好像也有機會搞得定 OK 都搞掉 這個火槍怎麼都在射車車 好這邊衝車頂掉了兩棟城堡 非常的賺 血量750滴的衝車喔 就是這麼的好用 而且攻擊速度又快 好 好 塞爾特人這時候步兵板甲 這時候才正在補下 好 二級蛙精也補下 待會二攻也要趕快補 攻擊力現在有點偏低 但是這邊有點精銳鬆爛武士喔 傷害已經提的上去了 好 後面再補了一個軍銀 好 秦瑞鬆爛武士的移動速度非常快喔 我們來看一下 1.38 分一半的騎士1.4 只是差了大概0.1左右而已 好 霸燈亭在這邊中間補下了 霸燈亭聖騎兵的升級 霸燈城堡只剩下兩個座 家裡農田中間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本來慢慢量產霸燈亭聖騎兵 不然這個數量太多了 要用自己的火槍扛住不太可能 火槍隊還是要正面的部隊保護 才可以發揮他最大的功用 好 後方的火槍上到了高低 這邊大衝車一直頂一直爽 宋爛武士還有30隻的數量 右邊的槍兵繼續追逐 霸燈亭聖騎兵 這裡點下了圍牆的升級 2級挖石也補下了 哇賽特這邊打這麼濃 經濟科技全點了 連挖石都不放過 好 班辰亭這邊的 班辰亭聖騎兵的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12加1的傷害 那他最強的地方是他額外增上的效果 還有後勤科技 但後勤現在沒有辦法補下 因為後勤實在太貴了 現在先補一些 班辰亭聖騎兵的數量更為重要 這邊直接擊倒大量的宋爛武士 雖然武士直接原地暴斃 後面的衝車繼續想往前途徑 但這邊可能會被擋了下來 雖然衝車血量很多 但是一般的單位 拿這個衝車的額外增上是非常多的 哇 太慘了 好 那大東瓜 班辰亭這邊還在繼續暗存 來到150村 我的天 真的是一直暗一直爽 暗爽咧 村民暗爽咧 好啦 其實打班辰亭聖騎兵 就是該需要這樣的經濟量才行 不然自己的後勤很難補得上 還有這個中防戰 然後繼續延續自己經濟下去 確實真的是要出到這麼多的村民 才有可能讓你的班辰亭聖騎兵 繼續量產 還有點下後勤3級 騎兵鎧甲金隊這些的科技 這邊槍兵上前想要戳掉 班辰亭聖騎兵那邊非常困難 後勤是不是點啊 看起來好像有點 我們來Check一下他到底有沒有點 看起來好像有 看哪時候偷點 哇靠 他已經點了啦 我剛剛想說奇怪這個騎兵怎麼蒸發了 看起來是有點後勤才會發生的事情 後勤點下去之後騎兵只要擴散傷害 砍個兩刀就可以死一隻 這就是非常難打的原因 即使出了槍兵也很難解掉班辰亭聖騎兵 通常打班辰亭聖騎兵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強弩 因為他的遠防很低喔 只有這個天生異防而已 三級防上去之後也只有這個1加4喔 5點遠防 強弩剩下還有5滴血 所以真正的解法是用強弩 但是賽爾特人沒有強弩 而且也只有2級射而已 那不然就是要用弩炮啊 或者是 頭石車之類的東西去解了 不然就是更多的槍兵 把自己村民也拉到150村 瘋狂用垃圾兵跟你去換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然就是要轉老頭 但現在轉老頭有點太慢 而且賽爾特人的老頭也不是非常強 這波弩炮過來 看一下這波交戰 弩炮串燒 槍兵前面往前倒光 串燒效果還不錯 但是 還是沒有解光 這邊可以點個槍藥治療 大冬瓜 大冬瓜 這裡補一個槍藥治療 去補個血 會蠻不錯的 這裡不要送掉比較好 都殘血了 你有這麼破戒進攻嗎 破戒到哪個村民在扁啊 左邊的松蘭武士 繼續往前途徑 想要打破這邊的木牆 不是木牆 房子 把這個房子直接被打破 要可以繼續騷擾了一波 當然半輪刑聖騎兵這裡沒有選擇回撤 當然是要讓自己的士兵 犧牲了 三四七 1500滴 血量只剩下 快要接近十分之一了 那是什麼 二十分之一的血量 這樣也不是 好 槍藥兵這邊終於可以戳掉殘血的半輪刑聖騎兵 那應該是戳得掉了 血量這麼慘 再戳不掉就見鬼了 OK 家裡被鬧了一波 大冬瓜的聖騎兵數量開始下降 有要回舊的意思嗎 看來他想要趁勝追擊喔 前面補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賽特人這邊往回撤了一下 好 那大冬瓜這邊三級的 騎兵鎧甲還沒有補喔 竟然被陳正中心射了也是會有點痛 但他這邊轉出來是更多的肉 而不是半停生騎兵 好 補了一個老頭 到了前線 本來想要減生物但是被騎兵給戳掉 好半停生騎兵 繼續反擊槍兵回去 打得有點痛苦 左邊的 鬆爛武士的問題 讓自己家裡BBQ 後面金花不能繼續挖 稍微有點小小斷金 看來後面又補了一些黃金去挖 上面的鬆爛武士還在砍 一隻砍一隻爽 好 看來我會用這個中型炉炮翻盤 但半停生騎兵是有火炮的文明 這裡也可以轉出火炮 輕鬆擠掉這一坨炮 火炮 火炮現在慢慢推得出來 拆掉兩台巨型投資機 後面來投資車想要來應對弩炮的問題 但炸一發炸不掉吧 他是賽爾特欸 給點尊重好嗎 炸不掉 一發炸不掉 要兩發 可以了 兩發夠了 哇 還是炸掉蠻多發囉 哇 剩下八台 OK 能遇到這個情況的 巴南廳人 要繼續轉出大量的 巴南廳乘騎兵嗎 還是要轉出大量的肉馬去包掉就好了 也是可以的 但是對方會讓他這麼好包嗎 人家可是賽爾特人 支援速度很快 好 正面的槍兵想要突圍 但是沒有突圍成功 槍兵死成一片 龍鐵現在整個大爆炸 現在賽爾特人經濟直接炸開 龍鐵要趕快繼續灑 好 這邊想要過來包 有機會 槍兵的部分已經全部死光 這邊串燒的效果感覺還不錯 繼續包 哇 好爽 巴南廳聖騎兵 直接屌虐 賽爾特人這邊有點尷尬了 現在正面全倒 經濟也不太好 該怎麼辦呢 雖然農鐵現在回到了42片田 但村民樹還是依舊落後的 落後大概40村 要回農的話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還是不如把中間的田再拿回來 這裡補一根堡 好像有點太近了 這裡不然在裡面再補一根堡 然後這邊田稍微種一下 把這一田全部拿回來 好 這邊經濟配置運用到了最極限 把自己的資源運到... 緊繃 好 龍鐵回到了4片田 還可以 村民樹繼續補 好 但是後方的巴南廳射擊兵 又來攻擊城鎮中心了 但是這時候已經有三級的 騎兵鎧甲 好 這邊生物... 欸 沒有搬到 這個是操作食物啊 老頭到了生物旁邊 直接原地返回 看起來是操作食物 好 上方的城堡應該是守不住了 哇 這裡的巨型投石機怎麼這麼多啊 有錢就是任性 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升級消費在台灣好像沒有這個詞 這個是中國比較常說的一個用詞 升級消費 Let's go 五台巨頭 好 這裡還有大概十三台的輪炮 開戳 完蛋 阿烈的半戰體聖騎兵怎麼沒在那 沒在那裡 WTF 欸 欸 他升級消費之後就直接白給 買來覺得不合適直接送給對方 欸 好像合理欸 我覺得這巨頭不適合自己 好 送給對方了 OKOKOK 他跟送自己的球鞋一樣的概念 好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這件事 人 人行 OK 好 那賽特人上方補了一些巨型 可能是想要從上面喔 採一些槍兵喔 去戳爆後面這邊農田 那不知道從哪裡鬼睡進去喔 從這邊這邊偷偷走進去了 有可能 好 白人亭這裡補下了二攻 傷害開始補了上去 好 這裡他的目標是要打後方的 弩炮 只要弩炮能貼的到的話就有機會打得贏 但是現在面臨低速的關係 這邊串燒有點極限 哇 串燒完畢 搞定把一大堆的巴仁廷 在前面給串掉了 他這邊剛要分兩隊才對喔 用V陣喔 左右隊左右隊喔 進行包夾 上面包的隊 下面包的隊會更好 這個是在星海裡面 比較常出現的一個 手術分兵喔 當然在CD國的玩家 好像就不太會這樣分 這個是我也是蠻納悶的一點 就是 其實遇到 弩炮 不應該 現在自控一隊喔 分成兩隊自控會更好一些 好 上方這邊有更多的槍兵 去做一個交換 村民的動作 但是 巴奈婷三騎兵又過來 這裡毛兵 開始燒了農田 巴奈婷有可能會被翻盤嗎 好 現在賽爾特人村民處來到116村 人口基本上是全滿狀態 重回經濟 OK 賽爾特現在在被各處進攻當中 哈利在補一些馬廚 好 好 這裡的城堡 開始往下掉摟 三台巨頭 繼續開拆 巴南亭趁其病數量只剩下少量18隻 這邊轉出開始轉一些垃圾兵進行反制 這邊垃圾兵是全滿的 三公三房化學都有 左邊這裡槍兵繼續補 哇開始戳掉巴南亭一些村民了喔 這裡大片亭都沒人再中了 槍兵問題家裡一直解不掉 然後正兵問題也很棘手 自己城堡越被越拆越多 但導致的是一個絕地大翻盤 幹五顆零 這是巴南亭人送掉那一坨巨頭 有點虧了 好這波反制回去 好後面繼續投擬繼續攻擊當中 這個城堡應該要掉了 這裡弩炮還有九台 後方農田已經戳爆 完全沒有要救農田的意思 大冬瓜你什麼意思 你怎麼不理你家的農田了呢 這樣已經窮到沒有肉了 大冬瓜一個被奇妙逆轉 冬瓜哥 冬瓜哥後期的應對不太OK的感覺 好像哪裡怪怪的 是不是突然換弟弟玩了 換人打 突然變成人士了 好奇怪喔 怪怪的怪怪的 從巨型投石機那一波看起來就有點怪怪的 這波槍兵 從裡面走 拜特仁 夾住 夾住這邊就有機會 下面趕快往前先補 補炮往前一站 拆掉修道院 後面這個修道院要先拆喔 這裡面一定有生物的 有棋子在 好 投車出來 找了一發 再找一下 好 這裡包夾 應該可以全解 OK 肯定 用最後的經濟爆出剩下的 霸仁庭聖騎兵 還是他 還是其實他是請他阿嬤來玩 叫我阿嬤來都比你強 該不會 不能換阿嬤玩 OK 後面這個田 動物有意思要拿回來了 好 賽車這邊的黃金量來到兩千多塊 現在 資源並沒有想要一次花完 還在規劃要怎麼去 出兵反制的樣子 畢竟上面那台巨型都只是被拆掉 好 後面這邊槍兵繼續出 繼續給對方壓力 這裡補下更多的軍營 到處都在著火 大東包的後期應對不太行阿 進攻來說還OK 防守是有點 各種有漏洞 好 這邊戰寶兵 應該是扛不住槍兵的傷害 畢竟人家的槍兵是正常的三弓 戳起來 戳久了還是會痛的 好 大衝車再繼續補了過來 378的大衝車 好 槍兵過來救一下 OK 搞定 直接投降 連GG都不打 這邊拜登廷是出了 147隻的拜登廷聖騎兵 賽爾特裡面出了411隻阿 哇 太狠了這個數量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賽爾特人拿到的勝利 雖然自己被都更 經濟有點差 但最後還是領先了拜登廷 軍事方面呢 則是拿到了1.09的KD 賽爾特只是0.91喔 兩邊KD差不多 後面真的是有點看不太懂 這個大冬瓜怎麼突然一夕之間 就被打了 被打傻了 這個 這裡被打出一個洞 都讓武士進去 解完之後 就沒有要再繼續防守的意思了 那可能 小地圖看的比較少 然後發現的時候 可能已經沒救了 就覺得 啊 鎖心不管 繼續A 那發現對方已經濃起來 又A不贏 然後只能解解拜託喔 最後只能打出GG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